高雄铁路地下化的计划当中原本要新建中国地下道 但市府两年前却决定不再新建 日前铁改局表示工程计划变更 中国地下道也回不去了 但是行政院长江一化上周日巡视高雄铁路地下化之后 认为中国地下道有新建的必要 希望陈局市长能够重新考虑 江一化院长首次南下视察地方重大工程 市长陈局特别陪同听取铁改局的简报 随后转往左营临市站等工地视察铁路地下化的进度 陈局表示高雄铁路地下化在高雄及左营部分 中央与地方各负担75%与25% 之后在丰山却要求市府负担55% 对高雄财政是沉重负担 希望院长协助让三项计划地方配合馆比例一致 另外铁路地下化后腾空的赖状土地 市长也希望能够比照台北让市府无偿使用 因为这个高雄不是创新这个无偿使用 我想从过去台北车站中 它根本里放的都是无偿使用 那现在如果高雄市府财务状况 是比台北早 台北比我们有钱多了 那如果台北在中央基本上是很常使用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部分 我们的这些利益都在拜托 在这个部分都支持 对于配合馆比例土地无偿取得 江一华表示回去后会与相关单位在研究 但对中国地下道他认为有兴建的必要 刚刚听简报 似乎在这个市府政策性决定 不地下化之后 好像新的替代方案 目前都还没有马上想出来 所以这个案子我想也是属于 就刚刚我们讲中央地方 大家一起来再努力想看看 那有一些经费像刚刚陈市长讲说 多用土地啊等等 这个我们来想办法 但是这个地下化 这个黄伟赢这么关心 而且我这样听起来是有道理的 如果说这条主动脉能够打工的话 也许整个市中心的流畅度会增加 所以这部分还要请市长顾事 我们再思考一下 高雄铁路地下化工程 包含左营 高雄与凤山三项计划 全长15.37公里 总经费经1000亿元 整体工程已经迈入全面施工阶段 列拼106年底 三个计划能够同步通车 港公新闻 周福庆采访报道